哈喽哈喽朋友们 今天想要画一个那种清纯小白花妆容 首先底妆呢 就是尽量给它弄得无瑕 但是会通透一点 用一个三文鱼色遮瑕黑眼圈 好像夏天的一个好处就是 遮瑕都不需要激活了 眼周的这些暗沉给它安一安一下 大色块的这种下次 都可以在粉底前先盖走 粉底挑了一个这种养肤型的 还有一个持妆型的混一下 夏天了还是要混一点持妆的 不然就很容易会出油 粉底刷真的很好用 谁懂 上一下遮瑕 要把这里可以放的快一点 就是那种兜兜的那种下巴 尽量这样子原地的给它拍开 尽量效果就会更好一点 牛奶粉奶奶的通透的三红糕 打在从眼下的位置 然后慢慢往面中沿 这个三红糕千毫万毫 就是它这个粉不用久了 超超短的 颜色不得不说确实很好看 鼻子 然后下巴 然后我们这个转向的地方 可以用它的这个拼带一下 再用顶方喷我放一层 都给我汗在脸上 我猜到了 真的很爱这家的那个牛肉鸡蛋 可送 饿了 先吃点 好吃 把一个那种削的军尖的眉笔 画出这种一根一根的毛流感 等于我的发色还是很踪踪的 就会用这种染眉膏把它匀一下 你这毛流刷更上色 均匀完了眉色之后呢 再把我的眉毛这样往上 让它弄出来这种隐身感 眼妆也是很简单 先用一个这种浅色 脸皮打一下底 从睫毛根部慢慢向上映染 边缘过度自然 然后再用这个 有一点那种灰灰的肉肉的粉色 贴着我们的睫毛根 然后映染一下双眼皮内侧 叠加在双眼皮内侧 让眼睛是那种清爽的 但是又暧昧的看起来 有一丢丢丢颜色 没有什么妆感的那种 小白花的卧彩 那是还重要的 拿一个刀锋砖 这样的硬色贴着我们的 原生的卧彩 第一笔放在正中间 画成这种圆圆的形状 提亮色 卧彩跟上方提亮一下 下面的这个勾勾呢 也可以刚好给它整理一下 再用一个扁平刷 蘸这种彩虹色 在我们卧彩的边界线上 这样晕一下 然后再往上这样戴 这样晕一下这个卧彩 就是那种又饱满 又自然的肉感卧彩 看这两边对比还是蛮明显的吧 然后再用这种带粉 调一点的颜色 小小的提亮一下眼头 因为等会我们就不画鼻翼了 所以这里的提亮还是很有鼻翼的 这样眉笔通 我们的这个眼角 很小一圈 贴着睫毛根 一直这样画到下肢的这个位置 这条线一画 就感觉好像这个 哎呦下睫毛浓密的不行的那种感觉 加个睫毛 涂个睫毛打底 睫毛条件足够好的朋友 其实这样刷一下这种 眼眶打底就可以了 咱们再整个内眼线 眼尾来画那种很细的 所以我都画一个这种液体眉笔 细细的一个小尖尖就好了 下手了 像我睫毛是有些有缺的地方 咱们就是用这种自然款的填补一下 三红再整理一下面部 还有高光 鼻梁鼻尖还有法令纹 统统提亮 找一个这种带血气感 还有光泽的口红 点两颗质 秒死点太重了 OK 那这个小白化妆用画好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